今天全球現場持續帶你來看到是中飛在南海這邊的情勢持續升級 菲律賓總統府的國安會議在15號發布了這一份新版的國家安全政策文件 將台海衝突風險視為是重大的關切問題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也在上週批准了這一份有48頁的國安政策文件 表明南海依然是菲律賓重要的國家利益 同時菲律賓對於台海存在重大的疑慮 因為他們認為說這可能是區域衝突的爆發點 由於大國對抗的情勢升高 菲律賓為了要達到可靠的防禦能力 將會強化跟美國的共同防禦條約 好另外要來看到是中國大陸的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昨天的時候他是出訪到了俄羅斯 他出席了第11屆的莫斯科安全會議 他在大會當中強調的全球安全倡議 不過他再度批評美國是以霸權霸凌他國干涉他國內政 遏制打壓別國發展的霸凌行為 既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 也深不得人心 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肆意干涉他國的內政霸道的做法 正引起國際社會日益強烈的反對和抵制 這些錯誤的行徑 剝奪的是別國應享有的發展權和自主權 是造成世界動盪不靈的亂源和獲源 也是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導致俄羅斯 他們當地的內政經濟是相當的疲弱 俄羅斯中央銀行在15號就宣布了大幅升息14碼 也就是3.5個百分點 一口氣把基準利率調升到12% 俄羅斯盧布的匯率近來暴跌到近17個月以來的新低點 14號甚至一度跌到102盧布對1美元 莫斯科民眾都說錢真的變薄了 盧布在今年以來已經貶掉超過3分之1個幣值 貶值的主因是俄烏戰士的關係 軍事支出持續增加 以及西方國家對俄羅斯能源出口的制裁 俄羅斯央行試圖透過大幅的升息 對抗不斷飆升的物價 但專家就認為了 如果核心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話 升息只是短時間穩定盧布的走勢的 好 當然現在因為俄烏戰士帶來了區域安全的挑戰 跟北韓頻頻發射飛彈 所以美日韓的領袖 現在在18號即將在華府敬教大衛營 來做三方會談 而這個峰會登場前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今天上午率先跟日本的外務大臣林芳正 還有南韓的外交部長蒲正 舉行視訊會議 布林肯他也召開記者會表示 認為這一場美日韓的領袖峰會 是相當歷史意義的 是2015年之後首度有領袖造訪大衛營 也是美日韓首度單獨召開領袖峰會 布林肯表示三位領袖都會持續討論 現在之後應該要強化的多個事項 再來進一步的提升合作 這領域包括了安全經濟 還有全球的新興科技議題等等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美日韓決定要加強互助 有自於印太地區展開自由開放這樣子的願景 不過其實媒體就問到了說這一次 美日韓領袖的峰會是聚焦在中國大陸的威脅 還是北韓的挑戰呢 布林肯是沒有正面回應的 他只有說這個峰會不會被任何一個議題主宰 但安全確實是美日韓聯盟的核心議題 好就在美日韓的領袖峰會前夕 其實南韓美國現在就宣布了 在這個月的下旬也就是21號開始 要舉行已知自由護盾的聯合軍演 這規模會是歷年來的最大 而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美國太空軍也是首度參演 面對美韓的聯手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他也宣布要大幅提升飛彈的產能 已知自由護盾數台裝甲車 戰場上發射炮彈 炮聲隆隆 煙霧瀰漫 以致自由護盾 海美聯合軍演將在21號到31號舉行 演習期間除了舉行綜合火力 和空軍雙英演習 還有30多項聯合野外機動訓練 這是美韓歷年來在太平洋最大規模的演習 目的在進一步加強韓美同盟的應對能力 全力提高國家作戰的力度 同時這次軍演還將有史以來第一次納入美國太空軍 美日韓軍演從3月到8月從未間斷 從3月13號到23號的美韓自由之盾 6月9號美國日本法國加拿大菲律賓海域連演 接著7月登場的13國護身軍刀 以及正在舉行的美日印澳馬拉巴爾四方軍演 都為美日韓同盟國增加軍事戰略能力 隨著美日韓軍事一體化 美日韓峰會18號將在大衛營舉行 由拜登岸田文雄 尹錫悦三人參與 尹錫悦今天15號表示 將提及中國試圖改變台灣地位的擔憂 以及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內容 因應方面因應北韓核武高度發展 以及俄武的情勢變化 金正恩親自上陣開裝甲車 下令大幅提高飛彈生產 金正恩這次視察時間點 確實離美韓聯合軍演很近 此外美日韓也將定期舉行軍演 為因應北韓軍事日益擴大 記者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14號出訪俄國以及白俄羅斯 出席了11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 提到了敏感的台灣問題 他表示不容許美國等外來干涉 並且也強力譴責美國近日的對華政策 谈議狀況連線給國際中心的記者 韓君磊 是的主播 中國大陸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14號出訪俄羅斯及白俄羅斯 參加第11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 這是李尚福四個月來第二次訪問俄羅斯 由於美國指出中俄海軍在阿拉斯加附近 進行的聯合巡航是在恐嚇美國 李尚福特別說明 表示中俄的軍事合作不針對第三國 更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 不容許外來干涉 而美國近期的行為是在霸凌及打壓中國 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中國統一是歷史大勢 在台灣問題上玩火 妄圖以台自華 必將以失敗告終 與此同時 波蘭也在15號軍人節 舉行大規模閱兵試 藉此向俄羅斯展現軍事實力 也為10月的大選助行 與北約成員國加起來 2000名士兵和200艦軍事裝備 以及92架軍機在華沙遊行 以上是現場最新狀況 交還給彭麗主播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用來自身體健康 佔寧 還要 比肌 這麼重 損